后长路人行道上的地砖一看就知道是很老旧的红色地砖 红砖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和重压 有的已经破损变成小石头和凹洞 路人走在这样破烂的红砖道上 长不小心就会跌倒受伤 骑摩托车都会上来都会摔倒 出去我说你怎么会摔倒 他说那是太高砖车出倒 就是头上摔倒了 这跳起来的 这条路经过的五个里的里长 两年前还在立委和市议员的协助之下 向市府养工处反映 要求改善人行道地砖破损的情形 养工处也承诺会在隔年编列经费 最后却得知经费被挪用了 109年上开会的以后争取这一段 要重新人行道重铺 然后说我们110年可以做到 结果到了110年我们去追踪的时候 他说这个经费已经跑到左营区了 我们就傻眼了 曾经过好几遍了 我自己都摔过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因为这个是任何人走 走不好摔销 在没有经费重铺的情况下 里长向养工处反映 拿里地砖又破损了 养工处就只有派工来用水泥补一补 但没补几天水泥也破损了 里长大探这样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 希望能够将人行道做整体规划 铺水泥隔没多久它又破了 你看它刚才就踢破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 拜托市府啦 市长还有把这一个人行道重新铺啦 这是真的我们已经开过柜了 应该经费你答应了就是要做啊 就是这样 重新整个铺设 铺设完以后给老百姓 一个平整的道路 大家能够行走上都很安全 旧市的洪川地砖不耐用 几年下来都已经破损不堪 市府碍于没有经费 只能够补补破洞 里长希望市府和明代帮帮忙 争取经费 让里面有一条好走的回家路 记者黄关为赖上帮高雄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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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